前段时间,电影《芳华》被临时撤荡,把冯小刚及一众主创打了个措手不及,当时他们还正在上海录演,半年多的辛苦宣传就这样打水漂了。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,大家几乎都哭了,不过其中最倒霉的当属黄轩了。 本来今年将会是他的爆发年,有很多部影视剧都会上映,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让他苦不堪言。 黄轩其实十年前就已经出道了,虽然演技很好,但一直都不红。 直到去年,凭借着《芈月传》中的精彩表现终于走红,随后片约不断,重新打造的大型神话剧《海上沐云记》原定于今年在湖南卫视播出。 黄轩是第一男主,虽然宣传了好久,但一直都不播出,这让观众们等得很焦急。 最近有消息称,由于正片与宣传片差距太大,被湖南卫视华丽丽的褪片了。 这也就算了,黄轩今年除了《非凡任务》,还有《芳华》和《妖猫船》两部大制作电影要上映了。 心里丝毫不慌,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《芳华》被撤荡,这样就只剩最后一部《妖猫船》了。 但是这部电影还未上映就因为演员问题和剧本问题被狂喷,如今口碑并不是很好。 黄轩想凭着这部电影翻身恐怕是难了。 不得不说,今年的黄轩实在是点太贝了。 希望他可以早日重整旗鼓,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